姐 姐 你赶紧开门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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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快进来 姥姥 姥姥 怎么了 姥姥 妈生病了 什么 妈生病了 严不严重啊 挺严重的 今天早上我做好饭 叫妈吃饭的时候 我一看 妈晕脑袋卧室了 我把她送到医院 医生说 妈脑袋里面长了个肿瘤 要赶紧做手术 什么 那需要多少钱 一下 有二十多万 姐 我给妈所有的机器拿出来 也就十万块钱 还差得多呢 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你别着急 我现在给你姐夫打电话 让她回来 咱们拿上钱就去医院 那好 儿子 这咱们刚到商场 还没晃呢 这燕子打电话 让你回来干什么呢 她说家里有急事 没有急事 没有什么急事呀 回来看看吧 走吧 强子 你们回来了 姐夫 啊 奶奶来了 那个 阿姨姐夫 我妈生病了 还差了一些钱 你能不能给我拿一点啊 你妈生病了 让我回来 就这事啊 是啊 急事前做手术呢 强子 你赶紧拿十万块钱出来吧 十万块钱 你 你说的简单 那十万块钱是个小数目吗 那咱家的钱是当回过来的 这 我妈她现在都在医院呢 那你妈在医院 你没去呗 是啊 这是你们家的事 跟我说什么呀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不管怎么说 咱们也是亲戚 我妈现在在医院等着做手术呢 姐夫 人家都说了 一个女婿半个人 我妈生这病 你不能不管呀 你说什么呢 在这道德绑架我 我告诉你 哼 你们家没钱治病啊 不要来找我要钱 十万块钱 你当我是提款金啊 说拿就拿 强子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躺在医院里 那可是我亲妈 你的丈母娘呀 你给我闭嘴 这个家有你说话的份吗 那燕子 既然是你亲妈 那你没管去呗 跟我儿子说有什么用呀 再说了 你都是嫁出去的闺女了 你娘娘那天破事 你还管什么呀 我妈说的对 你嫁到我们家了 就是我们家的人 你娘娘那边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姐夫 算我求你了 你就把钱借给我吧 你放心 多么有钱了 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你拿什么还呀 就凭你一个月 两千多块钱的工资啊 蓝蓝 我告诉你 我是有钱 但是我不能借 我的钱 还想留着买房子呢 是啊蓝蓝 你一下 给我儿子借十万块钱 那到时候 你要是缓不上 我没拿你也没办法呀 还不如这个钱 不借给你们呢 免得要有钱的时候 得对你们 行了 你爱上哪想办法 去哪想办法去 别在我家待着 姐夫 我妈生的重变的 人命关键 算我求你了 你就把钱借给我吧 看那咱们也是一家人的份儿的 你在这给我卖可怜啊 你跪下 你以为我就不能借给你钱啊 蓝蓝 你这什么意思呀 儿子 就算他会在这儿 咱家的钱啊 你不能借给他 小子 他都这样求你了 你就把钱拿出来行不行 我不拿 你不是想跪吗 行 我给你个机会 你如果能在这儿跪一晚上 我兴许会考虑把钱借给你 你说什么呢 蓝蓝咱起来咱不求他了 姐 姐夫都已经说了 那我就跪在这儿一晚上 只要姐夫把钱借给我 跪两天也没关系的 蓝蓝蓝 姐你就别说了 妈 她还真愿意跪啊 行 那你每一回就让他跪了 那你就跪着吧 我跟妈继续换监局 我告诉你啊 你可不能起来 这家里可有钱不 我看着呢 乔子 跪着吧你 别说我了 乔子 蓝蓝蓝 你起来吧 姐在给你想别的办法 不行 姐 这一直半会儿 就找谁借钱了 姐夫都说了 只要我肯跪 她肯定会把钱借给我 现在给妈看命要钱 她正跪着呢 哎 起来了 天亮了 蓝蓝蓝 你快起来吧 天都亮了 哎 这跪一晚上的跪 什么感觉 还挺有毅力 说跪就跪 结果 你也说了 只要我给你跪一晚上 你就把钱借给我 你现在可以拿钱了吧 我什么时候说了 你从前明明就是这样说的 你怎么能出事烦人呢 现在强子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这你们昨天没听清楚吧 我说的是可以考虑 现在我考虑好了 我还是不想借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崔志强 你真的要这样对我 对我的家人吗 昨天明明说过的 说蓝蓝在这里跪一夜 你就要把钱借给她 可我妈看病 现在你就不认账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的钱我想借就借 你管得着吗 我是管不着 我也不愿意管 我也算是看明白了 像你这种人 就算我在这个家里付出再多 你也看不上眼 你的心就是石头做的 也该被捂热了吧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个样子 我的家人生病了 在医院里躺着 需要钱做手术 你却袖手旁观 还在这里侮辱我们姐妹两个 像你这种人 我还跟你过着用什么意思 崔志强 我今天就告诉你 咱俩离婚 我也不求你了 你再说一遍 要跟我离婚 你可考虑清楚了 就你们家那条件 你嫁给我们家 就是高翻我们了 你还敢跟我离婚啊 行 离啊 你离个事 咱们明天就离婚 崔志强 我以后 就是在外面饿死 我要办 我都不会来 抽你借一分钱 来了 咱们走 赶紧滚 我无所谓 吓死谁呢 燕子 来了 今天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有什么事吗 资宝哥 是这样的 我妈生病了 需要做手术 我们想找你借点钱 生病了 这么严重啊 是啊 你先能说 我妈脑子里面 找了个种瘤 你能不能借给我们 十万块钱啊 十万块钱 行 没问题 你们啊 先别着急 什么 你真的同意借给我们钱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我们两个都走投无路了 没有人可借了 资宝哥 你放心 等我们有钱了 这笔钱 肯定会还给你的 行 钱呀 不着急 这之前我小的时候 我婶啊 也经常帮助我 现在她生病了 我呀 不可能看着她不管她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你可帮到我们姐妹俩大忙了 行了 我现在就拿上钱 咱们一起去约 好 走吧 妈 对不起 都是儿子不好 这几年 把这些年挣的钱 全部都挥霍掉了 你说现在 你必须要搜手术 医生说了 拿不出来搜手钱 就让咱们出现回家呢 你说这个怎么办呀 儿子 你别难过 都是妈婆累了你 要不 要不 带你回家吧 说什么呢 你是我妈呀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得把你的病治好 我也找朋友借钱了 看见了我 都绕道走 以前我有钱的时候 他们也不这样 儿子 你别说了 听妈的话 走 再出院 三分不走 妈 我想起来了 我可听说了 这燕子现在开了一家公司 他可有钱了 我们可以找他想办法呀 儿子 我是算了吧 这燕子就算再有钱 他能借给他妹妹吗 毕竟我们以前还是父亲的 我想 他应该会顾及这个情面吧 妈 不管怎么样 我得去试试 你现在在这等一会 我现在就过去 等一下 强子 强子 蓝蓝你看这里行吗 好 可以 那我就按那个方案做了 行 蓝蓝 如果这个方案要做好了 你总满意了 咱们也就能大半一笔 哎 是啊 萧姚子 哎 你这办公室这么大呀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我的前姐夫吗 你这 这这大复怎么到我们这来了 啊 说什么呢 你来了 燕子 你没想到呢 这几年没见 你们两个现在这么有本事 看着这么大的公司 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还是来干什么呀 咱们两个早就离婚了 我知道 不过 我和日 婚养起来以前 我挺想念你的 就过来看看你 我也早就后悔了 我也知道错了 燕子 现在 我妈她生了病呢 急需要做什么书 需要一大笔钱 你能不能借我一点 比起来她还是 你之前的婆婆呢 崔志强 你怎么有点 说出这种话的 你也好意思说呢 那当初 我妈还跟你的丈母娘呢 你不照样 没把钱借给我们的吗 蓝蓝 我现在 真的知道错了 我肠子都毁清了 你帮帮我吧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会 像以前那样对你们了 崔志强 既然你求到我了 我肯定要帮你 毕竟你是我的前姐夫嘛 想找我借钱 可以啊 你跪下 在这跪一夜 说不定 我就会把钱借给你呢 说我跪下 怎么 你不愿意啊 可以啊 慢着不送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母亲还在医院等着你呢 好 我跪了 就不能把钱借过是吧 不跪 你自己也没想到 你也会有今天吧 早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小长姐 别跟她说那么多 她想跪 就拉她跪着吧 咱们走 蓝蓝 说好的把钱借给我呢 你一定要借给我啊 不用 蓝蓝 蓝蓝 样子 蓝蓝 如果她真的过一夜 你打不打算把钱借给她 毕竟那个生病呢 也是我婆婆 我不忍心 行 小长姐 你不用说 如果她真的有福气 咱办公室贵了一夜 这笔钱啊 我肯定会借给她的 咱们可不能像她当年一样 好 谢谢你蓝蓝蓝 走 谢谢大家